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非常觉得 哇 这是如果拍到了 真是劲爆 而且真的是抓到了 那整个马英九的所有的形象全部破产 所以真的还蛮期待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画面出现 不 今天看起来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 民进党的记者会里面完全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 所以国民党对于这些事情 刚才俊斌讲说 其实没有证据的事情可以不回应 但是不行 因为现在是总统大选 不能够让这种事情不明不白 居民你们跑选举比较有经验 这种行程也许在中间可以抽个十分钟吧 也不是不容易 不是 关键不在于说 这个行程能不能抽十分 关键真的没去嘛 因为如果你说一个谎 你要用更大的谎来包装这个谎啊 今天这个行程 大队人马从台北拉到嘉义 这么多地方人士参与 学者座谈会这么多学者 过本会把所有党务的主管 所有党籍的名带 全播到数百个 数百个 然后千人绕行 千人单车 对 这个还可以安排一个秘密行程 而且还说谎 这个太容易破功的啦 太容易破功了 也许坐在车上的时候 请大亨坐到车上聊一聊 也许这个大亨有参加顾本汇报 是不是 你如果要这样子来想象 按照民进党的逻辑 搞得半天千人单车绕行的 旁边这个是主头 那谁知道呢 重点是没有这个秘密工 秘密的行程 或者是一个私下的行程 还拜托人家三亿块捐给你 还拜托人家操作组赌盘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然后还说一句说 赢助兄 辛苦了 这也没有时间吗 讲这几句话 赤单车 赤单满身都是 赢助兄 辛苦了 讲这几个字有时间嘛 应该有 不用几秒钟而已 因为我也常常帮忙 帮候选人去跑行程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蔡英文那时候要瞧跟彭华兰见面 要瞧多久 连那么谨慎瞧了半天还被人家看到 当然是看到啊 这种行程有多少人在看啊 如果有新的话 知道有类似的情况的话 早就去把你拍到了啦 怎么可能在这么多的行程里面 让你完全 而且还要讲话 还要说还要拿三亿 还要怎么样 还要说你要帮我瞧一下 帮我操纵一下赌盘 这里面要讲多少话 要多少的行程安排 总统的为安 可不可以 那个 总统为安 不能开玩笑 不能说我有秘密行程你们不要跟他 不可能 不可能 到处还是不得一大堆人是这样子 对 一看这个行程 还有总统 你先提过嘛 尤其是总统的 几乎是透明度的 他唯一可以有隐私的就是 回到家里门关起来了 跟周美军讲什么 我们不知道 其他的通通都公开了 除非 另外一个情况 除非 马英杰有分身 跟孙区立强分出来了 某某迎入大哥跟他见面了 这个是 这个是讲讲笑话 可以 但是我刚刚看了杨文杰这位 小老弟的这个说话 给我感觉 第一个年少轻狂 第二个 你的这个出生之徒 你不知道这个法律层面的可怕 你不要以为说有益州刊 益州刊讲什么东西 我叫做有所本 没有什么诽谤不诽谤的问题 但是你今天讲到说 你有进一步的证据 就是你要直接要面对 这个法律的问题 民进党这一招有没有用 我坦白讲 我很悲哀的 很悲观的讲 还是有一点用处 他这个叫做乌贼战术 他对于他的支持者 还是有些用处的 为什么 你马英九给人家打出来的 最好的形象就是连结嘛 能 我都不敢讲连结嘛 我才觉得台湾的老百姓 经过了这么久的选举 连这一点判断力都没有 我倒觉得 对不起 这个也太悲观了一些 我讲一句很难过的话 有一天我搭计程车 计程车跟我讲 碰到有个客人 这点软咖啡给台湾买不掉了 软咖啡 我说这个逻辑犯了两个错误 要把台湾卖掉的人一定很有能力 没有尬死的那你能咖啡 能咖啡表示是没有能力的 这两个是互赐的 不存在的 结果他可以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有被洗脑也还是成功的这样 我们再看一下 除了这几问 国民党都有回应 这些回应大家怎么样子来观察 除了这个行程表的公布 大家觉得好像在这几个行程里面 硬是再去加入一个秘密行程 看起来可能性实在不高 第二问 这是民进党问 马英九 你收受陈寅柱三亿的现金吗 这是国民党的回答 就是总统府在清查之后公布 他们没有收到陈寅柱的现金 连这个人的名字的现金都没有 民进党 证据呢 如果他有 请民进党拿出证据 第三问 民进党说 马英九 你操弄地下的赌盘 国民党只有回应 操弄地下赌盘就是证据在哪里了 这个证据比较有点难一点 第四问 金普聪跟马英南 到底跟陈寅柱募款多少钱 这个是国民党的回答 是说 一周刊指控的时间 金普聪是在香港中文大学 担任访问学者 从来就没有跟陈寅柱见过面 马英南跟陈寅柱见过一次面 而且从来没有谈到选举募款的摄影 民进党 证据呢 这是四个民进党的问题 国民党的回应 不知道校长你怎么样看 谁的可信度比较高 我们要还是回到杨文杰昨天讲的 他讲多重 他说叫大家不要再做太多的评论 免得 以后都会证明都会对自己造成伤害 没话不要讲太多 然后他说 总之我们的指控绝对是游所本的 我们是代表什么 民进党 他是民进党发言人 好 那如果你指控游所本 所以我才会说 他把这个战斗位置从原来是媒体的报道 他从侧面来打 变成拉回来他是主战场 一回到主战场就会像到玉琪雄讲的 因为他已经从民主进党的立场 说游所本了 游所本做这种指控的时候 你就要拿出证据 就这么清楚 那这些证据呢 既然强调这么强的战斗位置 又说今天要开记者会 要来说明 结果没有一项指出来 所以我会担心 那个小囊囊事件会不会重演 就万一你讲不出来 因为社会一定问你嘛 不要担心 他们习惯了 对 拿出证据来 对 那是我们那时候在问的 所以我在有些地方 跟那个玉琪雄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 为什么 玉琪雄遇到了那种支持者我都遇过 就说不管你怎么样 那时候支持阿扁的时候 肚子鼻鼻也是要支持阿扁 怎么样他都会支持 这种人 你讲什么他都还是支持 那个民警进步党 可是很多中间的选民 会因为说你要批评马英九 为什么马英九 这是如果真的有去会面的话 大家说他会崩盘 因为很多中间的选民说 如果你真的说谎话的话 那你就不要再选了 其实不是 主要问题不是说他去会什么赌盘大 而是如果他说谎的话 他就不要再选了 对 所以代表中间的前民对这个是有期待的 好 一方面如果马英九说谎 就不要再选了 另外一方面如果民主进步党说谎呢 他们对民主进步党的看法 当然会怎么样 会更负面的嘛 所以民主进步党要很小心 这是你要揭闭一刀的两刃 可是这很容易解决吗 到处就推给说都是媒体报道 我们只是这个发露媒体的报道 他说绝对有所本啊 绝对有 就是这一本嘛 就是绝对有所本啊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关系人今天通通出来 关系人众目 拿出证据 再要求 因为这篇报道里面还满多的这些的 还不只是路人甲乙饼 一大堆人呢 廖廖已是秘书长 周刊说他先行南下 还杀盘推演 整个会面的过程 真是一派胡言 完全荒谬 本人愿意公开对话 厘清真相 如果周刊三天内没有说明 他就要采取法律行动了 对他自己个人的这个部分要告 王敏慧这个市长呢 他讲说 不知道怎么掰出这篇故事 莫名其妙 这种到现在没有到过我家 平常有图有照片 可以看图说故事 现在没图没照片 还画一个示意图 非常的不公平 这是民进党刻意制造出来 预谋新的政治事件 根本跟事实不符 马亦南说 一周刊报导内容 严重错误跟事实不符 的确认识陈一柱 双方极少见面 见面的场合 都是在公开场合 一周刊从来没有致电 向本人求证 已经严重妨碍本人名誉 陈一柱本人 透过律师他又讲 周刊所写的时间地点 见面内容 政治现金仪式完全子虚无有 纯属恶意捏造 已经为请律师提告 这些人讲的都很斩钉截铁 对而且我第一次看到 连被指为所谓的 黑道大哥 祖口大哥也会发声明 他会出来了 这次戏就是又有点闹大了 总统府也发声明 曹敏慧也发声明 连这个陈寅主 他也透过律师发声明 所以显然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情对于选举 可能对马英九的选举 如果是真 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性 所以我要强调就是说 今天的选举行程 你说怎么安排 到底可不可能抽个十分钟 这份其实 如果你真的要做任何的事情 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但重点在于说 大家都会非常清楚知道说 对于马英九来说 这件事情如果他说谎的严重性 会有多大 所以我也不认为说 民进党真的如果 而且依照今天的 他的做法来看 说法来看 我根本不认为 他有所本 我也不认为他有正确 我因为他在逼 马英九 或他的阵营犯错 比如说 他今天真的打的是什么 打说 你不是一个行程 你是三个行程 那所以就是你在解释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遗漏 或者是 有些遗漏 或是有一些 可能没有讲得很完整的 譬如说 你问我说我有没有钻石 我说我没钻石 哦 你有珠宝 那我就说那我没珠宝 那我说我拿给你看 我没珠宝 哦 你有黄金 那你也没问我 有没有黄金啊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问题 可是我想常常这样的玩游戏 9月10号你没见 10个呢 9月9号呢 对 9月8号呢 怎么样 常常是这样的 对常常 对啊 对啊 你们一共见了几次 好像说我们见了 万一你算错了 对我们见了一次 我说你见了三次 你另外两次怎么见 对 那我就见了一次啊 你一定还有另外两次 你另外两次怎么见的 这件事情就是 民党经常干的这种事啊 最后面没完没了啊 这件事情一定很有经验嘛 他打到的效果了啊 你看 今天把廖辽椅 黄敏慧 马以南 还有陈荫柱摆在一起的啊 而且还可以讲说 你看哦 廖辽椅 黄敏慧 马以南 跟陈荫柱口径一致啊 都说没见了 可见你又是同路人啊 以前 以前啊 国民党只要跟老共啊 讲法一样 你就是中共的同路人啊 你会卖掉台湾了 所以你看 你跟黑道老哥讲法一样啊 陈荫柱跟马总统的姐姐 你看跟廖辽椅 跟国民党的秘书长 在同一阵线啊 说话都说一样 一个鼻孔出气了 这个 他达到他的效果了 我说实在 这个真的像蓝轩姐讲 他 说实在 常年以来就是这样子吧 早上问你A 你就回答A 下午问你B 你就回答B 然后把他剪一剪 这家伙早上说A 下午说B 延迟反复 我觉得后面还是有更多的词仪 就不会说 你今天讲说 我已经通通都讲了 我就 吴景林呢 吴景林还没讲啊 也许是吴景林啊 那也许是主播人啊 说不是料料也是别人啊 对不对 一样还可以啊 所以你去 你不是9月10号去的 你就是另外的时候去的 难道没有见吗 好 那就是 我觉得这个永远搞不完 就是 就是这种事情 其实 你如果他说谎 就拿出证据来 他如果不是9月10号去见的 是9月9号去见 你就把9月9号摊出来 还是一刀毙命嘛 对不对 那这个 今天我们待会来看 在蔡英文的部分啊 他今天 要他的发言人 徐家欣出来讲说 这些发言人啊 这些什么梁文杰的 这些发言人 跟他讲的是没关系的啊 所以啊 也要他们干嘛 那四个字又送给他自己的发言人 叫做什么 适可而止 有意思吧 我们待会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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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